1.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333集 张先生 我知道您一定不会把玉龙冰蝉给那小子的 张凡看了看发带女孩 坐在了发带女孩对面 等待着发带女孩 继续往下面说 可您若是不把玉龙冰蝉交给那小子 他可能会跟对方联手对付您 你想帮我拖住那个小子 让我把玉龙冰蝉交给你 对 我师父跟那小子的师父还是有区别的 我师父并没有做过什么恶事 我师父是值得拧救的 说到这里 发带女孩俏脸一红 瞄了眼张凡 另外 另外 我可以把我的身子也给你 你也知道 我的身子可是干净的 发带女孩的身子的确干净 不然的话 分头男子也不可能想用她的眉心血来封住玉龙冰蝉 说完 发带女孩直接把上衣脱下 露出了里面的吊带背心 大片的雪白肌肤暴露在了空气里 发带女孩对于她的模样 身材 甚至肌肤都是很有自信的 她比分头男子更有优势 分头男子可没有把身体交给张凡的能力 张先生 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 就请您把玉龙冰蝉交给我吧 我先用我的眉心血封住它 然后我就把身体交给您 就在这时 门外再度传出了门铃的声音 张先生 您洗好了吗 我洗好了 要不咱吃饭去吧 紧跟着就是分头男子的声音 好了 你先把衣服穿好 张凡望向了发带女孩 发带女孩恼火地看了眼门口的方向 在心底问候了分头男子十八倍祖宗 这家伙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 张凡起身去开门 发带女孩也只好仓促地把衣服给穿好 当门被打开的时候 分头男子看到张凡 还有脸上带着些许红韵的发带女孩 心头一沉 他意识到了 他和发带女孩见的差距了 走吧 下楼吃饭 接着聊咱们刚才没聊完的事 好 分头男子的思绪 被张凡的话给拉了回来 张凡又转头望向发带女孩 还有你 一起来吧 发带女孩急忙跟上 很快三人便到了二楼餐厅里 这里是招待官员们吃饭的地方 这段时间并没有什么官员过来疗养 而且现在早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 所以餐厅里面并没有什么客人 不过厨子倒还是在的 他们拿着酒店里面的工资 这种外来人过来吃饭时候的钱 也都会落进他们的腰包里 所以他们是十分愿意在此当职的 张凡三人点的菜很快便上了桌 张凡是真的饿了 大口地吃着 可无论发带女孩还是分头男子 却都是忧心忡忡的 分头男子怀疑发带女孩 已经和张凡睡了 已经拿到了玉笼冰餐 而发带女孩则是在 揣夺着张凡的心思 你们两个别看着啊 吃饭 张凡看了一眼两人 两人都是答应了一下 在之后吃饭的过程里 张凡没再说话了 十几分钟之后 张凡放下碗筷 忽然望向了分头男子 我有一个可以保你一辈子平安无余的办法 一听这话 分头男子当即便是一愣 而后张凡又望向了发带女孩 我估计我这个办法 也可以用在你的身上 发带女孩同样也是愣住了 下一刻 张凡双手按住两人肩膀 二人立刻警觉 想进行防御 可他们的速度 怎么可能快得过张凡呢 二人只感觉一股强大气流 进入他们体内 伴随两声清明 二人体内清脉 瞬间便被炸碎 悬闷之气和真气 瞬间从二人体内倾泻而出 两人口中 也都是发出了一声痛苦 且不甘的思鸣 随后 张凡手里又出现几根银针 在二人身上湿布起来 在针灸术的作用下 二人的经脉迅速开始愈合 随后 张凡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重新坐回两人身边 二人都已经被张凡废了修为 张凡还帮两个人 修补了破损的经脉 这已经算是厚道了 两人望向张凡的眼神 十分的复杂 有对张凡废去他们修为的怨恨 也有诸多方面的懊悔 还有对张凡医术的惊讶 张凡虽然并不想滥杀无辜 但是也不想给自己留下危险 废掉两个人 是张凡眼下处理问题的最好办法 毕竟发带女孩 也是有可能会投靠那个人的 赵先生 你 你就是这样 保我们平安无虞的吗 坟头男子望向张凡 张凡满脸都是委屈 他心中自然是愤怒 但他已经是一个普通人 更加不敢和张凡叫嚣了 你因为帮你师父做事而被废 再怎么说 你师父也会照顾你一下 等你回去以后 他应该不会对你下杀手 对于你师父而言 你今后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他以后也不会让你做什么危险的事 甚至 都不会让你继续留在他的身边了 你不去办事 就不会重蹈你师弟的覆辙 如果把你赶走 那就更不用说了 张凡说罢 又转头望向了发带女孩 你也是一个道理 不要跟我说你师父有多好多好 如果你师父真的那么好 你也不至于在我的房间里 演那么一出大戏了 听到张凡的话 发带女孩的俏脸 顿时就是一红 有道理 的确是有道理 分头男子思索着 轻声嘀咕 而后 他由衷地说道 虽然失去了 多年辛苦修炼所得的实力 但是似乎 也不是什么坏事 嗯 普通人的生活 没什么不好 发带女孩也是同样说道 其实 他师父的不堪程度 与分头男子的师父 根本是不相上下的 有些个东西 在没有失去之前觉得万分珍贵 可如果真的失去了 心底彻底地放开了 回头想想 其实也没什么 更何况 在失去的同时 还可以获得别的呢 像分头男子和发带女孩这样 得 是要大于失的 他们的心底 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Θ兵费